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麻烦挺好报名调 然后到那边排队 到啊 什么 跑跑在那儿呢 我一会儿排队行吗 好的 好的 嗨 又见面了 是你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怎么了 一来就道歉 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 就是那天不告别的事情嘛 没什么 你怎么样 好久没有 好多了 谢谢你哦 不客气 看到你好好的坐在这儿 我就放心了 你也是来面试的 他们这边啊 两年才招一次呢 三十八号 你呢 四十九号 四十九号啊 那正好赶上了 今天最后一天 他们一天只面试五十个人 是吗 对啊 其实我 我对我作品特别没有底 要不然你帮我看一下 有什么没底的 我给你看 看一下 其实 我又觉得好像 这不挺好的吗 特别有特点 你看看这个事情 是啊 那你看这个呢 我就带这个人太花哨了 喂喂喂 喂喂 你听我的 我告诉你啊 这种啊 他们绝对喜欢你 什么 看这个呢 这个我见过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了 什么 我觉得这个啊 应该放最后面 为什么 一般人我不告诉的啊 大多数到这来面试的人呢 都会把最好的放在第一张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张啊 放在最后面 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个惊喜 真的吗 真的啊 相信我没错的 好 我放后面 谢谢啊 三十八号面试 到我了 我 我得过去了 别紧张 紧张什么呀 放松心情啊 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好 请问复事什么时候啊 面试过了 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好 谢谢啊 不用谢 杨夕然 你在这儿啊 我找你半天呢 那个我上了一次卫生间 你这么快面试完了 没呢 我前面好多人排着呢 所以我在这儿等会儿 给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通过了 真的呀 那得恭喜你了 谢谢您 恭喜啊 你知道吗 我刚刚可紧张了 幸好有你的帮助 还有支持 你知道吗 刚刚啊 我在面试的时候 有个面试官 他在我进来的时候 感觉都要睡着了一样 没想到 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 真是盯了十秒钟 然后就让我过来 你看看 我是不是鞠躬身尾啊 嗯 怎么感谢我 请我吃饭 可以啊 那改天请你吃大餐 改天哪儿行啊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晚上吧 也行 晚上六点钟 在黑石礁路口不见不散 好 那你就好好的面试吧啊 等你的好消息 我都忘了你看看 还得面试呢 对了 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手 手机 嗯 给 好了 帮着你再跑掉 行了你 那就这样吧 晚上不见不散 嗯 好了 拜拜 拜拜 总裁 不用起来 让你久等了啊 没关系的 应该的 总裁你有什么要吩咐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 杨兴然那张帕斯卡 是不是你发的 杨兴然 嗯 好像是的 那个姑娘还挺好玩的 她把最好的作品 放在了最后 当时把我都给愣了 总裁 您不会认识她吧 这个你不用管 杨兴然 你不用让她再参加服饰了 哦 明白明白 那个姑娘呢 我也不是很看好 她不是专业出身 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工作经验 嗯 虽然她的作品差强人意 但她的衣着实在是太 我的意思是 杨兴然直接晋级 这 你回头带她到设计中心报到 就好了 知道了吗 直接晋级 这么清楚的话 还要我说第二遍啊 哦 明白 哦 好 那我先走了总裁 喂 老佛爷 有什么吩咐呀 你来佳麟那个医院一趟 我要跟佳麟好好谈一谈 啊 现在啊 对 就现在 我和你爸在路上呢 你直接过来就是了 好吧 那一会儿见啊 哈喽 杨兴然 早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没事 是我早到了 哎呀 那不就是等于我迟到吗 反正让你等就是我的不对 你说你怎么会想起骑自行车来的 我总不见得每次都偷开我老爸的车出来 混吧 再说了 现在是上下班高峰时期 如果说我开着车来的话 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晚饭 这么说有道理哦 嗯 佳麟 佳麟 啊 你想什么呢 嗨 没什么 哦 对了 乌龟园主 你这个是 你的衣服啊 哎呀 你也太有心了 我都说了不用了 哎呀 这本来就是你的衣服嘛 再说了 这么好的衣服 你忍心把它放在我家吗 我又是个大老爷们儿 我哥们要到我家来 不还以为我是个变态呀 拿着吧 好了 我要是再不收 你要续到一晚上了对不对 算你有自知之明 那谢谢你了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如果你让我陪你原来那件物价之宝 那我们家不得倾家荡产啊 你说我以前没觉得你油墙滑掉的呀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反正呢 我看见你我就开心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今天下午我在来的路上呀 我接到BNC的电话 我被录取了 所以呢 我马上可以去上班了 真的 那太好了 我就说嘛 以你的才华 他们肯定会录用你的 要是不用你的话 那对他们来说 那是多大一个损失呀 他们太蠢了这样的话 但是人家那么大公司 人才那么多 我一个新人算什么呀 杨欣然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告诉你 你有的是能力 欠的就是自信和勇气 要是给你机会的话 若干年以后 将来肯定会多一个 优秀的设计师 不管怎么样 我真的很谢谢你欣赏我 挺谢谢你的 谢我干吗呀 本来就是你这样的女生 值得被欣赏 和我没关系啊 对了 那你面是怎么样了呀 我还不知道呢 反正马马虎虎吧 前途未卜啊 后天就得参加测试了 反正我一定努力 争取跟你做同事 好啊 那你要加油喽 说不定 我们马上就可以 在BC见面了 好啊 对了 今天晚上到底请我吃什么呀 为了这顿晚饭 我连午饭都没吃啊 你放心 绝对管保 就在前面 我们走吧 好啊 走啊 您看 这间办公室 是按照 仅次于总裁标准 为您布置的 您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立马修正 把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那些东西全部拿走 那 那这个办公桌也拿走吗 我需要的是一张操作台 不是这些东西 好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能接个电话吗 接吧 喂 什么 设计中心招聘的人数 不是跟你说过吗 六个人 有四百多个人应聘啊 那也只招六个 对 这次上面有要求 不要多 只要精 记住了 好 不好意思 设计中心什么时候 开始招人的 上周 那有什么要求吗 这次总裁给出了八字方针 不设门槛 只求精英 不过 说句实话 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因为没有标准的标准 真的有点难把握 既然你们没把握的话 那就让我去给你们八把关 真的吗 嗯 那太好了 那我现在可以带您过去吗 你先出去吧 我过过去自己过去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副总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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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